菁芬寛 月光心目中 你會覺得說 你覺得那個什麼樣的理想起 一定就是 你不是女生心目中 女生心目中啊 女生心目中男人 永遠少個優點 就跟她們的衣服裡面 永遠少一件衣服 是 那免想要來講的話 其實不外國就是 當然像你這麼帥呀 操勞,要我會賺錢 最好還能溫柔體貼 還能夠下班會來下廚 這種人聽起來很完美的 對 很無信的 事實上沒有這種人 所以有說女士們 真正要講個理想心的話 不要報告物語 老實講 男人只要對你好 對你的家庭的負責 當然你脾氣不能差 不能說對你好 然後對家庭的負責 這個會變好 不行 對你也很好 我認為他會具備這三樣 就OK了 他照顧家庭是一定的 然後對老婆的好 比較好的 他算是欺慕 真的嗎 我這樣沒有跟你講說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 會有一點尷尬 陳建州 陳建州像欺慕他必然之間 那個愛鄉欺慕 那欺慕是開玩笑的 其實他跟他老婆真的很好 因為他們劇導離多 是 那夫妻齁 如果 任何劇導離多種事情 一直發生的話 感情會受影響 是 那大家就 可以留下 就有時候放在大陸 做秀啊 演唱啊 這樣 黑人就 飛去給他 這種情操很感人 老實講 這也沒有其他人做得到 全球策略長的身份地位呢 命運 好 去 全球策略長 他是全球策略長嗎 你沒想到他就全球策略長 我不小心公布他另外一個秘密的身份 所以他是OK的啦 這幾年來都會從我來向他學習 雖然我年紀 有需要 有需要 我雖然虛掌八幾歲 只是因為每個人 修的學分 在婚姻的這個學分上面 他做很好 真的非常幸福 OKOK 我們一想一想一想 OK 加油加油 謝謝玉琳 我們下次見 拜拜 I love you I miss you Now and forever